各位知識者 謝謝大家,現在有這麼晚的時間才會跟各位議員 本來,如果司法單位有問題,可以傳訊 他不需要在清晨的時間 然後出動用搜索的方式 去搜索台灣主要在野黨的主席的住處、辦公室還有中央黨部 特別是去搜索台灣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無法理解他的目的是什麼 那麼他們在搜索以後查扣手機跟硬碟 再拿裡面的資料去編故事 在這兩天當中可以說是極盡壓迫跟領虐 在最後答辯的時候,我直接跟法官講說 所謂的精華整840%的容積率 其實當年在送公開展覽以後 在轉送都市計劃委員會以後 都市計劃委員會以後 都市計劃委員會以後 我完全沒有去過問 因為作為市長不應當去過問單一 所以後來容積率840%的,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事實上今年三四月間媒體開始鬧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才第一次知道說這個案子的容積率是840%的 所以跟他講說這個案子其實也沒有在目前所有的證據 也沒有證據說柯文哲有去干預過這個案子 最後在答辯的時候直接跟法官說 從檢察官兩天的詢問方式 我已經知道他們的態度相當明確 所以我跟法官說 請你不要為難 其實這一次真正辛苦的是法官 他扛住了最後的壓力 好,我們回去 請各位回去休息 其實今天呢 我覺得這個法官算是扛住所有的壓力 也要謝謝今天所有在場我們的支持群眾 謝謝你們 我們大家辛苦了 請大家好好安安、平安的回去休息 好,謝謝大家 來,開路 我們同時也借用大家掌聲 跟我們站在同學的兩位律師給我們掌聲鼓勵 謝謝我們律師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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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不要推,不要推 不要推 不要動了 讓阿伯慢慢搜尋 阿伯慢慢搜尋 阿伯把隨身的垃圾 大家願意安的回家 方便的話 請你把隨身的垃圾收回收一下 好,再拜託大家 謝謝 好,媒體小心 所有夥伴幫忙開路 然後安送阿伯跟黑其夫人回家 好,等一下喔 媒體小心腳步 注意安全,媒體小心 大家幫我把地上垃圾 紅樓地好不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辛苦了 六百七十二%以示 括號 下稱 細稱 二十%之容積獎勵 括號 以及基於該會議決議所生之 一 台北市政府以一百一十年 十一月一號 府都歸至第什麼什麼什麼號 不重要 公告核定之都市計畫 外加所百分之二十%的 容積獎勵 二 一百一十年十月十八日 台北市都發局所合法制建造 客觀上是否合法 以及被告主觀上是否明知其違法而人為止事 二 按吉安藥建中所稱 犯罪嫌疑重大 現在走給他們兩個 現在不是做的嗎 無需的老婆 先教育就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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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嫌疑重大 請姓名三 九七二十八三自動計獎勵 其他晚上卻有違反之行性 有建材研究生盤 會分散建科技 有監察院 第三三很重要 總念一次好嗎 舊系證二十%之容積獎勵 其客觀上卻有違反之情形 有監察院糾正案 文在卷可積 即一季任不符合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四條 蓋無當地分區發展計畫 不符合都市更新建築融機獎勵辦法 蓋與都市更新性質不同 以及不符合公益性對價性 這樣聽好嗎 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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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在看見說 卡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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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平 撲平 brave 後面在他們很想第一眼看到阿伯 相信清白 柯P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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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清白 相信清白 柯P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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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蹲下 蹲下 蹲下來了 哎 繼續用我們這個畫面裡啊 哎 蹲下 蹲下 擺爛的 來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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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沒問題 不要緊 可以了 可以了 不要緊 不要緊 哎 前面有蹲下 蹲下 1 2 3 1 2 3 蹲下 蹲下 現場 我們現場的支持者 我們1 2 3先進好不好 我們所有的支持者 我們先請 我知道 下了一下 分數喔分數 跟澳門媒體朋友拜託 拜託拜託拜託 拜託跟媒體 全部投票跟我們投票 拜託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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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繼續打 記者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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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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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冷靜 冷靜 來 我跟你們說 來 我會 我們會讓你們拍 我們等一下對 好不好 不要激動 不要激動 來 聽我這邊 通通聽我這邊喔 媒體朋友 媒體朋友 聽我這邊 都安靜 聽我這邊 都安靜 等一下媒體朋友 你們找一下你們要的位置 好 現場好位置 我們再開始 好不好 來 各位現場的好朋友們 現場的朋友們 拜託大家 我們要讓媒體 把今天這個歷史的畫面拍進去 所以拜託大家 留給媒體 一個空間 讓他們把今天的畫面拍出去 讓所有台灣人 以及世界的人看見 所以拜託大家 留位子 來來來 給媒體 然後媒體朋友 有麥克風要用的 來 小掌的往後拖一下 要收音的 要收音的 有沒有麥克風要收音的 來 把位子留給記者 我們要讓他們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來 滴過去那個喇叭那邊 還有沒有 瓜哥你們退一下 退一下 來 小掌們 不要摸我的肚子 好嗎 不要摸我的肚子 來來來來 好 沒關係 小掌們 忍進 來 現場的媒體朋友 有沒有要收音的 請把麥克風交給我們 來有沒有收音 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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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們都找好位子 等一下就開始了好不好 好 都蹲下去 來 阿伯 來 不好意思 平面媒體蹲下來 來 阿伯 一起來到後面 歡迎回家 各位知識者 謝謝大家 現在這麼晚的時間才去做 本來齁 如果司法單位有問題 可以傳訊 他不需要在清晨的時間 然後出動 用搜索的方式 去搜索台灣主要在野黨的 主席的住處 辦公室還有中央黨部 特別是去搜索台灣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無法理解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們在搜索以後 查扣手機跟硬碟 在拿裡面的資料 去編故事 在這兩天當中 可以說是極盡壓迫跟領虐 在最後答辯的時候 我直接跟法官講說 所謂的精華等840%的容積率 其實當年在送公開展覽以後 在轉送都市計劃委員會以後 都市計劃委員會以後 我完全沒有去過問 因為作為市長不應當去過問單一 所以後來容積率840%的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是到今年三四月間媒體開始鬧這件事情 我才第一次知道說 這個案子的容積率是840%的 所以跟他講說 這個案子其實也沒有 在目前所有的證據 也沒有證據說柯文哲有去干預過這個案子 最後 在答辯的時候 直接跟法官說 從檢察官兩天的 詢問方式 我已經知道他們的 態度相當明確 所以我跟法官說 請你不要為難 其實這一次 真正辛苦的是法官 他扛住了最後的壓力 好 我們回去 請各位回去休息 其實今天 我覺得這個法官算是 扛住所有的壓力 也要謝謝今天所有在場 我們的支持群眾 謝謝你們 我們大家辛苦了 請大家 我們平安的回去 休息 好謝謝 來 開路 我們同時也借用大家的掌聲 跟我們站在同學的兩位律師 給我們掌聲鼓勵 謝謝我們的律師團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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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推 不要推 不要動了 讓阿伯慢慢走出來 好 大家把隨身的垃圾 帶走 大家要平安的回家 方便的話 請你把隨身的垃圾 收回收一下 好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媒體小心腳步 媒體小心喔 所有司工夥伴幫忙開路 媒體注意安全喔 然後 安送阿伯跟佩奇夫人回家 好等一下喔 媒體朋友要記得回來拿過來喔 媒體小心腳步喔 注意安全 媒體小心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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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辛苦 已經來到了晚間十一點 究竟這羈押亭有沒有結果呢 目前看起來 這我們在北檢內的新美 已經被我們掌握到了相關最新訊息 而且得傳出說之前這彭正生 韋樂律師透露 因為彭正生吃了Standy的麵包 所以納離子低下 中午才會傳出身體不適 那麼他們現在的身體狀況都還好嗎 我們就交由新美 帶我們來自北檢的最新掌握 好主播各位觀眾 下集所在位置 在台北地方法院 持續帶領關心金華城案的最新情況 因為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是因為這些貪污是被列為被告 他家庭在8點的時候開始開 可以看到現場已經 現在已經是11點01分 也就是說8點開始開到現在已經 3小時過去了 還在進行當中 但是現在11點時間也非常的關鍵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這11點過後 只要柯文哲說非常累了 想要休息喊停 就會立刻來停止 也就是說可能就要等到明天早上8點 再重新再繼續開積壓停 因此現在11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關鍵 而之外呢 其實在柯文哲結束積壓停之後 緊接著就是會由前台北市副市長 彭震生來接續召開積壓停 但是其實他今天在中午12點多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些身體不適的情況 而在下午4點的時候 是有從醫院被送回來 律師也透露其實當時有濾劍的時候 他還是非常的不舒服 還是有出現一些噁心的情形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主要律師也有解釋 是因為彭震生本來就有一些身體的狀況 再加上其實他被送到北景來復訓之後 就遭到生壓 其實剛好遇到了週末 因此這三天他都只能吃一些甜麵包而已 再加上這一些鹽分不夠的情況下 導致他納的低下大過量 因此就會導致說 他有一些出現頭暈目眩的情形 因此他在保外注意的時候 其實也有吃了一些補給的 包含說茶葉袋以及保礦力 還有一些輕食等等 而現在在稍後可能就會來召開家庭 因此這部分可能律師也會怕說 也會不會他身體不舒服 會撐不下去 也可能會等到明天早上八點才會來開呢 都是我們現在關注的焦點 不過這一回其實律師在月券的部分 是費了一番功夫 因為就是檢方有申請部分限月 來看看什麼是部分限月 透過手板要帶您來看 也就是說這部分限月是有限制月券的內容 但是有針對月欄方式都是沒有限制的 不過律師是不能把政證給印回去 只能手抄筆記 而最後在家庭開完的時候也都要交還回給法官 但是這也就是說律師如果只能光靠頭腦來記的話 可能有一些是記不清的 到時候如果面對了法官的問題都要立刻來做出應對 當然他有說這些都有技巧 因為他們在抄錄的時候都是要全部都抄下來 而不是只針對自己的重點抄下來 這樣子到時候還給法官的時候 可能就會發現他們討論的攻防重點是什麼 而其實他們閱券內容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有兩大本 因此彭正律師也有在說 有稍早也有說明 他是從早上八點的時候就開始抄錄的這些證證 一直是抄到了下午五點 這些是足足將近九個小時 而現在他們可穩著正在召開羈押題 但是會什麼時候結束我們都會持續帶您掌握 而之後可能就會有分為三大個 包含說是無保請回還是交保 甚至說是積壓 大家現在也相當都是非常關注 而帶您回顧整起案件 就是因為柯文哲在任內期間是被控說 可能有涉嫌突立了一些金華城的廠商 讓容積率因此有暴增1.5倍的情形 不過現在關鍵是什麼 大家也都在關注 而積壓題現在最新情況 就會要來為您掌握的是 現在11點15分 可能就會要來輪到彭政神召開積壓題 有最近狀況都會帶您隨時掌握 以上最新主播 柯文哲下一個會報帶 難道是在台北的第一雨果市場改建案嗎 柯市府時期讓中華工程承包下來了 但關鍵就在這個合約裡頭 特別提到了未來會加給他50億元的預算 被質疑是圖利 圖利誰 就是他背後的老闆 威京集團 柯文哲任內雨果市場改建案 被指與威京集團大有關聯 醫院減舒培直言 尤其三樓層減項發包 強迫寄人市府買單 就涉嫌圖利50億 如果那一棟六樓它蓋五樓 然後在漁市場那一棟八樓蓋五樓 綁標的行為 它叫減項發包 等於減樓發包 不知道誰想 這成績經紀很聰明 柯文哲主張的財政紀律 難道指的是財團的財嗎 讓時任北農總經理 吳一寧跳出來還原 他當時提出能節省 十億元的版本 竟然遭柯文哲置之不理 好巧不巧跟柯文哲 你是在指控我們貪污嗎 是指控我們多花錢嗎 是不是因為如果採納了這一個方案 符合預算的範圍之內 之後他就不用減項發包 柯文哲被質疑又與財團勾結 因為第一果菜市場 營建廠商就是威京集團旗下的中華工程 柯文哲還仿嗆我們說 我們是白癡議員 然後政治小丑一肚子壞水 想要告誡柯文哲 遠離威京集團旗下的很多勾結 很多的弊案 柯文哲多次動怒嗆議員 恐怕就是被戳到痛處 遇過市場案也被認為是減掉追查 柯文哲是否涉貪下一個尾包彈 東森新聞正中先綜合報導 陳佩琪作為證人被約談完之後走出北檢 來接她的人竟然是她的好姐妹黃珊珊 她一身變裝沒有表情的坐在駕駛座 伸出她的元首將陳佩琪再離開現場 想必那個時候對陳佩琪來說 最大的依靠就是黃珊珊 但自從柯文哲進入北檢之後 陳佩琪一切的行動似乎都有黃珊珊影子 莫不是現在民眾黨的走向又有黃珊珊劇本 一望藍白河的時候 黃珊珊扮演關鍵的角色 但最終造成藍白河的破局 民眾黨要如何走下去 需要神聖的思考 黃珊珊被外界質疑的點 從過去藍白河戰犯到現在柯正營 政治現金假賬案 又有金華成弊案 統統都有爭議點 明明都已經被中評會停權三年 黨的關鍵時刻 卻總是有黃珊珊身影 黃珊珊就是後面的那個幕後的這個場景人 黃珊珊都是主要參與或者是了解的人 可是黃珊珊卻不願意當應變小組的召集人 整個政治的策略還有未來如何要面對 所以恐怕都會照著黃珊珊的這個方向來走 陳佩琪離開北檢第一晚 並不是回到大安區住宅 而是到了黃珊珊在繫紙的住處 隔一天不明金流的說法 就變成了長輩的首尾錢 外界也質疑是黃珊珊在出主意 尤其現在民眾黨指控檢調說偵查不公開都是幌子 但自己卻公布了檢聯搜索畫面 被質疑雙標 北市議員苗博亞也發文 統批民眾黨是要公開還是不公開 都是在打出司法迫害卡 陳佩琪從裡面當證人出來之後 就在外面大蠟蠟的直接講很多的案情 所以到底誰才是雙標 黃珊珊一號一早就發文 說各種獨家假消息是縱容放話 還是想未審先判罵斥入罪 明明不是應變小組的黃珊珊發言 卻有如拒中人 一切發展如一場戲 恐怕回過頭來都是自導自演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我馬上帶來溫馨在台北地檢署 今天中午左右發生的突發狀況 被告彭政生他在月券的期間 有發生暈眩的情況 之後他回到後省市吃了藥之後 發生了多次嘔吐發生的這樣的狀況 因此經過介護人員評估之後 他們在12點06分的時候 先叫了救護車 而救護車在12點15分的時候抵達 彭政生本人12點39分的時候 就被送到合併音樂去緊急治療 那麼這已經打亂原本台北地方法院 他們要召開積壓庭的計劃了嗎 因為台北地方法院原本預計 今天晚上8點要召開積壓庭 由彭政生跟柯文哲兩名被告 自己去協調看要是誰來先開積壓庭 而剛剛柯文哲的文人律師也有來到現場 是問他說那會不會有柯文哲先開積壓庭呢 這個部分律師自己也不確定 而另外呢彭政生律師剛剛也有來到台北地檢署了 他針對彭政生他的病情有最新的說明 先來聽一下律師怎麼說 不覆佈身體就是發生這個事情之後就不是很好 對 他是本身實實的身體狀況是有些原因嗎 對 他常常會有暈眩的狀況發生 對 暈眩狀況 對 所以現在開情過程就是稍微有點不穩 其實今天還沒有 就是還沒有 都還沒有結束 對…只有在月卷 對 那那個開那個現月圖的時候 他狀況還好嗎 現在狀況那時候是還好 但有說有點暈眩這樣子 其實彭政生他在月卷的期間 就出現了暈眩的狀況 但是律師表示當時大家都好忙 他們忙著手抄筆記 因為整個眷陣是不能被律師們帶出去影印的 所以他們趕快把開家庭的工房的重點趕快抄下來 沒有人注意到彭政生他其實身體有點不太舒服 所以當下是等彭政生回到後省市之後 才發現他有不舒服的情況 而事實上在台北地檢署的外頭 當時黃國昌 許甫還有陳志涵他們都站在外面 他們確實又看到救護車來了 救護車一來的時候 也確實往救護車的方向走 而目前他們這些民眾黨的黨員們 黃國昌 陳志涵等等 他們人也不在台北地檢署外頭了 那麼現在大家最想問的是 那積壓庭的時間會更改嗎 對此台北地方法院是表示說 因為現在才下午兩點鐘 零晚上八點開積壓庭的時候 還有蠻多的時間的 那台北地方法院表示 會根據醫生診斷彭政生他的就醫情況 再來去評估說他有沒有要把積壓庭時間往後 但是北院這邊先說了 八點的積壓庭會準時召開 會有誰來召開呢 有可能就是由柯文哲先來開積壓庭 以上現場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在把鏡頭交還口內 各位觀眾帶您來關心 在台北地檢署外面的最新情形 現在是晚上七點半左右 入夜之後在外面 這些抗疫民眾小草們的人數沒有減少 反而是越來越多 他們不間斷持續的在喊口號 還有人是高舉著標語 另外在圍欄上面也有擺上這些科P加油的布條 而在稍早的時候 他們現場也有跟柯媽媽電話連線 他們是跟柯媽媽說 要柯媽媽不要哭不要擔心 他們會繼續在北檢場外來幫柯文哲加油 而他們也號召說親朋好友 在晚上八點的時候到北檢場外來集結 就是因為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他確定在晚上八點的時候會召開這個積壓庭 也因此小草們他們也就希望集結更多的人 來凝聚士氣 而另外在稍早的時候 現在剛好是晚餐時間 這館長他也送了一百份的雞排來到現場 還有黃國昌他也在大約是晚上將近七點的時候 也已經來到場 並且是坐著跟著大家一起來喊口號 來凝聚士氣 另外在八點的時候 這個民眾黨的其他主要成員也預計會到達現場 來和大家喊話 我們將持續為您守候最新消息 以上最新主播 各位觀眾持續帶您來關心在台北地檢署外面的情形 距離民眾黨的黨主席柯文哲他召開家庭已經是過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現在時間是來到了晚上九點 而在北檢場外是聚集了越來越多的抗議民眾 他們不間斷在呼喊口號來抗議幫柯文哲聲援 另外民眾黨的秘書長周虞修 還有民眾黨的發言人吳宜萱 以及柯文哲的妹妹柯美蘭 還有黃國昌以及學姐黃靜穎都是陸續的來到了現場 他們也輪流上台發表談話 而其中一位是資深媒體人毛家慶 他在台下發表談話的時候 他就說要控告北檢違反偵查不公開 而他在講完之後 他也確實走到北檢裡面地狀來申告 要控告檢察官違法搜索 以及洩漏國防以外的秘密罪 而現在可以看到距離稍後 因為稍後柯文哲的積壓題恐怕結果就會出爐 而不管裁定的結果是積壓還是交保 恐怕都會影響外面支持者的情緒 也因此現場的330名警力都在持續戒備當中 以防發生任何衝突 以上是現場最新主播 主播各位觀眾現在解鎖在位置在台北地方法院 持續來帶您關心金華城案的最新情況 因為彭政生以及柯文哲都是被列為貪污罪被告 遭到檢方是深壓 因此再稍後一點點就是8點就要來召開積壓題 到時候結果會如何 是無保還是交保還是積壓 我們都會持續帶您來關注 但是因為是8點召開積壓題 如果說一路開到11點都還沒有結束 柯文哲說很累了想要停是可以的嗎 北院說都是沒問題的 因為這些都是他的權益 可能就要等到明天早上要繼續開 而柯文哲其實開完積壓題之後 緊接著就是要開彭政生的積壓題 但是其實彭政生在今天中午的時候 是有出現一些身體不適 有被借護送醫的情形 不過在下午4點多的時候 已經把人送回了台北地方法院 而初步是說現在身體狀況都還算OK 還算正常 只有走路是稍稍有一些些不穩 而現在他們都已經和律師綠件完畢 到時候就要來召開積壓題 但是其實因為檢方有申請部分限約 也就是說律師沒有辦法把券證給印下來 只能用手來抄路 因此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重點 都是一個關鍵要來和被告來討論 但是在稍後8點就要來召開積壓題 最新結果是如何呢 我們都會持續來帶您關心掌握 以上最新把身鏡頭交還給彭內主播 記者所在位置是在台北地檢處 持續來帶您關心金華城必案的最新情況 而現在彭政生以及柯文哲的律師 都已經綠件完畢 再來等8點來召開積壓題 而這時間其實北約有說會來準時召開 到時候的結果會如何呢 是無保請回交保還是積壓 我們都會持續帶您來關注 而現在柯文哲是在等8點要召開積壓題 但其實如果開到11點 他喊累說要停是可以的嗎 北約說都是可以的 因為這是他的權益 可能就會要等明天早上來繼續開 不過姬壓題什麼時候會開完 就要等下一步的結果 而現在其實柯文哲 之後要來等姬壓題 他開完之後就要來等是彭政生 但是彭政生在今天中午的時候 有出現一些身體不適的情況 而當時經過了審慎的評估 是有被介護就醫的 不過在4點的時候 已經被送回了台北地方法院 但是他的身體狀況是如何呢 北約說目前狀況都是還OK的 還算正常 只是走路稍微有一些不穩的情形 而他們的律師其實都已經律見完畢 而下一步就要等8點來召開積壓題 不過他們律師在月券的時候 其實有費了一番的功夫 就是因為現在檢方有來申請部分的限月 什麼是部分限月 我們就帶您透過手板要來看到了 部分限月也就是說 律師不能把券證給印出來 要用手抄筆記 可能到時候法院上面 法官會要問出一些什麼重點 他們都要立刻就是立刻做出了應對 而有一些沒有抄到的關鍵重點 只能靠頭腦來記 就要來立刻做出回答 而且家庭開完之後 就要把這些手抄的券證 給交還回給法官 等於說他們這些要討論的答辯重點 到底要怎麼樣在法庭上有攻防 都是很關鍵的 而現在除了柯文哲在律見的時候 有走出候審室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是待在裡頭 最關鍵就是要來等8點召開積壓題 最終結果會如何 我們又持續帶您來掌握 以上最新主播 任何民眾只要有賬戶 就能夠透過ATM存款 雖然每家銀行的規定都不同 但最多就是一次可以存入200張的鈔票 以目前最大面額2000塊來算 最多就是存入40萬 陳佩琪把上百萬存體存入 引來了見方質疑 把錢存帳戶沒問題 問題是方法及時間點 怪怪的上百萬就算最大面額 也至少要存三次 時間點還剛好介於便當會期間 陳佩琪怎麼不選零貴存款 為何分批掩飾什麼 都是檢方調查重點 因為有媒體指出 陳佩琪被列為證人時 應訊筆錄當中指出 柯文哲確實曾經拿上百萬現金給他 卻交代不清楚來源 一旦沒交代清楚 就會連帶影響柯文哲的下場 因為把所有的這些存部 也就是存折 都交給了檢調人員 沒有想到這些東西 被拿來做成攻擊他的武器 陳志涵嗆聲 原來柯文哲家庭連用ATM都有罪 不就證實陳佩琪確實 把上百萬分批存入ATM 儘管陳佩琪強調 這上百萬是包含一顧父親 留給他的錢 還有柯文哲的演講費以及稿費 但檢方針對柯文哲除了圖利罪 更依公務員違背職務收賄罪爭 代表確實查出收賄 恐怕面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說我們有什麼大量不明的財產來源 這個不要說這個都不是事實 我的錢每一分每一筆都是清清楚楚 乾乾淨淨明明白白來的 強調每一筆財產都清清白白 但檢連特地找來柯文哲 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兩位夫人幫問訊肯定有原因 夫人說沒有秘密賬款 只是看來檢方不信 東森新聞 范靖文洪詩琴 台北報導 一到台北地檢署 問的完全不是金華城 一開始先問木可 再問政治獻金 請問台北地檢署 到底在辦什麼案子 民眾黨開記者會炮轟北檢 但等等 你怎麼會知道檢方偵訊了什麼 不知一說也等於民眾黨幫忙 間接證實 柯文哲被問了很多案 檢方明正要查金華城案 實際上搜集其他弊案證據 才突襲式偵辦 不僅30號一早 突襲柯文哲家搜索 連偵訊也很有戰術 柯文哲五大弊案 還包含北市科案 第一雨果市場改建案 台志光案 以及南港轉運站BOT案 共犯多案件錯綜複雜 簡連動起來一一交叉比對 就等誰又供出新的人 查出的恐怕不止這五案 北檢回應偵查過程 處於高度浮動狀態 檢察官對所蒐集的證據 全盤掌握後決定 偵查或訓問順序 更強調 當時柯文哲從被連政署 移送到北檢復訓時 檢方就詢問是否要休息 當時柯文哲直接拒絕 就偵訊不到20分鐘 剛要問金華城案 就喊淚嗆說要走 柯文哲30號被約談 三十一號遭到生押都在 北檢和法院過夜 被生押的當晚晚餐 更只有吃麵包 但以往柯文哲的政治路上 主打清廉 這回因為弊案被上銬 從拘留室帶到偵訊室 也是柯文哲人生64年以來 首度被上銬 其實說痛恨貪污的柯文哲 如今卻是被列為貪污被告的 那一人 這一銬不僅是柯文哲 十年從這以來第一回 人設也跟著徹底崩壞 端新聞 蔡玉山尤雅欣 蕭宇智鵬 新美在台北報導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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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